欧盟药品管理局也就是EMA认定这个Novavax新冠疫苗 可能造成严重过敏反应 欧盟EMA在14号更新了疫苗产品资讯当中认定了 美国药厂Novavax这个推出的COVID疫苗 可能造成皮肤感觉异常或减退等潜在副作用 事实上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 才刚在13号紧急授权这款疫苗 给18岁以上成人接种 但FDA同时就警告了 有过敏反应时的民众不要接种这款疫苗 而台湾也在这个月开打着疫苗 而机关署同样公告对于疫苗成分 有严重过敏反应时的民众不予接种 哈喽大家好 我是乃鱼 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 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 你按赞了吗 还有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 赶紧订阅起来 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